接着我们将从语词教学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基本上中文的篇章是由一个一个字所组成的 但是在理解意义的时候 中文阅读意义的单位是词 尤其在中文词中 有70%到80%的词是属于双音节的 因此在阅读时对词译的理解是十分的重要 特别是占有很大比例的双音节词 而这边提到了几种常见的语词教学方式 例如语词的联想 语词分类 进译词 反译词 多译词的教学 还有语译构图 以及文具脉络的几种方式 在语语联想的部分 最常使用的就是词汇网的运用 我们就以前一篇所提到的 好奇的皮皮这一刻 里头水部件 消这个字来进行词汇网运用的说明 首先我们将消这个字 放在词汇网的中央 请学生发散事的联想 想想看 他知道哪些词是由消这个字所组合的 也就是以消来进行造词 这是属于第一层的任务 当学生完成了消这个字的语词联想之后 我们给予他在高一层的任务 就是进行语词的分类 进行语词的分类 不再只是单纯的提取大脑里的记忆 而是必须在深一层的去思索 这些语词的含义 并且 必须做出分类 在分类的同时 我们也请学生说一说 他是如何来分类了 分类的依据是什么 所以这对学生来讲 是更深一层的一个挑战的任务 但是我们也要试学生的状况来决定 是否要一次把所有相关的语词都拿来做分类 也或者是说可以适当的挑选几个 来进行分类即可 老师这边也可以先做示范 例如 我这边将消所造的语词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是消息跟讯息有关 第二类的消化消失消除等等 是跟除去减少有关 而第三类的消防消防车消防队消防栓等 是跟火灾的消灭和预防有关 而这个时候 老师如果发现在消防的这一串语词里头 还有一些是学生该懂但是没有提到的 老师也可以适时的做一个提点 问问小朋友 还有什么是跟消防有关的语词 对还有一个是消防员 那么学生在学习消 消防这一串的语词群的时候 就可以整个串联起来 这样子它的词汇量也可以跟着扩展 其次呢 另外一种词汇网的运用 是这个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是一种扩散式的联想 也就是利用曼陀罗斯考法 九宫格的方式来进行 核心的词汇放在中央 请学生来进行联想 而第二种呢 垂直式的一个联想 也是把核心词汇放在中央 顺着顺时针的方向 问学生 想到朋友 你想到什么 比如说想到朋友 他想到友情 想到友情 又想到什么呢 想到友情 又想到 长长久久 以此类推 请小朋友做一个垂直式的联想 重点是当小朋友提出 该个词汇有关的词的时候 可以请他适当的说明一些原因 为什么他会想到这个词 这边举个例子 例如 以扩散式的联想 核心的词汇是夕阳 问学生他可以联想到哪些 可能想到海边 日出 船只 晚霞等等 接着我们可以请学生来进行 词汇的分类 就如同刚刚前面所示范的 学生要说出他分类的依据 目的只在于 希望他能够再深入地思考 这些词汇的意义 而垂直式的联想呢 我们请学生说明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词汇的原因 那透过这样一个垂直式的联想 其实可以请学生来进行选词造句 可以试学生的程度 来选两个词或三个词 进行造句 但是基本上中间的核心词汇 一定要包含在这个造句里头 也或者是我们可以请学生 就他所联想到的这些词汇 来进行短文创作 这些都是老师您可以创意发挥的一些方式 接着我以字编文本 首部件为主的这篇文章 妈妈的好帮手来进行语词教协的说明 首先在这篇文章里头 它大部分的语词都是首部件为主 我找出这篇文章里面比较需要跟学生再多做说明的交点语词 例如挑选乱扔收拾摆放等 这是几个语词 针对乱扔的这个语词 如果学生有不懂的 我们可以请学生利用文句的脉络来推论词译 回到文本里面 找出这个语词出现的那个段落 请学生反复的再读一次 看看这个语词的前后文来推论它的意思 老师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去推销 推敲这个字里行间 例如花花响那些都是我没吃完乱扔的东西 原来妈妈在帮我收拾 透过前面是她没吃完乱扔 以及后面妈妈在收拾 小朋友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推测 也或者透过乱扔 乱是很乱 扔是手字编的 小朋友也可以去推论一下乱扔的意思 同样的摆放这个词也是 引导学生回到文章的段落里面 找出这个语词所在的段落 透过语境来理解推论这个语词的意思 如果说文章里头刚好有可以进行反义词的教学 那么老师可以试试的提出 例如刚刚提到的摆放和乱扔 基本上它是一个反义词的教学 摆放是把东西放在某个地方 而乱扔就是乱丢 语词的理解一定是应用到句子里面 才能够确认孩子是否能够正确的理解与应用 所以我们也可以请孩子 就目标的语语词来进行造句 一样另外一个目标语词是挑选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理解 好 接着是多一词的教学 在这个首部件的文本里头 有提到收拾 妈妈帮忙收拾东西 那收拾这个词呢 有另外一个意涵 是折磨跟处罚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造句 来学生了解 收拾除了文本里面所提到的整理 处理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语词 就是折磨跟处罚 并且透过造句里的语境 来让学生了解 以应用这个语词 当我们的目标语词 挑选 收拾 摆放 乱扔 都已介绍完之后 我们可以来练习看看 学生是否 有理解了 首先我先把这四个语词八个字 把它分开来 请学生试试看 连一连 好 并且造词 例如挑 和选 可以造成造挑选 收拾 合在一起是收拾 摆放 合在一起是摆放 还有乱和扔 合在一起是乱扔这个语词 我们 到的这个部分 还可以在深入的思考 问一下学生 还有没有别的 组合方式 这四个语词 是课本里面 的基本 词汇 还有没有别的连的方式 可以造出不同的词汇 老师您答对了 乱和放 也可以合在一起 叫做乱放 乱和选 合在一起的语词 叫乱选 而且很特别的 摆放 和乱放 的意思 以及挑选 和乱选的意思 可以让学生 去思索一下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刺激 学生多元的思考 接着我们可以进行 这个句子的一个判读 读一读 请学生圈出句子里面 怪怪的语词 透过 句子 去辨识 语词的 理解 是的 我们把 怪怪的语词 圈出来之后 请学生试着看看 这些怪怪的语词 要换上哪一个语词 才是正确的 当学生能够挑出错误的语词 接着我们试着 请他去把这些语词修正成为正确的 如果学生 在做得上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建议学生 把这些句子 把它大声的读出来 并且 把下面的几个选项的语词 逐一的带到 句子里面 去判读一下 读起来顺不顺 意识有没有完整清楚 当老师从 文章里头挑出一些重要的语词 进行解释说明时 老师可以 从教育部的相关电子店里面 去查询这些语词的解释跟例句 但是要提醒各位老师的是 当你运用这样一个网站的资源 所寻得的一些解释或例句的内容 有时候 可能 因为内容的一些用词用语 反而造成这一群 学习低成就的孩子 理解上的一个负担 所以老师 当你运用网站上的资源 查了一些相关语词的解释跟造句的时候 请您在经过一些转化的过程 把它做一些语词上的调整 让它更为简化 以免再造成学生理解上的一个负担 同时 当我们在做一些简单的练习活动 给学生进行时 初题上有几个小点 也请老师注意 首先就是 我们尽量是用选项的方式 让学生去作答 不要一开始就是 一个空白的空格 让学生来填写 我们用代号的方式来完成 这样子可以降低 作业上的一个难度 让低成就的孩子 有完成这个作业的一个动机 所以我们是用填入代号的方式来进行 其次 如果学生他回答不出答案 我们就请孩子 把题目大声的朗读出来 再来判断是哪一个被选答案 如果孩子仍然还是有困难 选不出正确的语词 那么我们鼓励 这些孩子呢 把题目上所提示的 几个被选项的语词 一个一个的带入句子里面 去读出来 以便进行判断 所以在语词的教学里头 请老师能够善用 前面所介绍的几种语词教学法 来扩展学生的词汇量 同时呢 我们也鼓励学生要大量的阅读 以增加他的词汇量 鼓励学生多多练习造句 从单句出发 在练习中呢 慢慢的去思考辨析词语 并且试着能够正确的应用这些语词 相机 再次按证汇量 这些语词 词